请现在趋缓了,口罩国家队将持续住内员外,大家依旧可以透过实名制购买一片五元的台湾制口罩,14天可以购买9片哦。 另外,口罩出口禁令也同步解除,可以透过携带邮寄诊方式将口罩提供给海外的亲友哦。 感谢口罩国家队、国军现役及后备人员、中华邮政及协助贩售口罩人员的全力支持,也感谢园警们维护秩序,协助推动防疫工作。 台湾疫情控制得以领先国际的关键之一,就是有高口罩覆盖率,请大家持续配合防疫措施,共同保护家园。 因此,很多人便被金钱迷住心窍,到四周的村庄偷狗来卖。 真没想到,小都竟然生下了四只小狗,这几天我们可要多给它补充一下营养,这样它才会有充足的奶水来喂养这些小家伙。 是啊,而且最近我们不能再让小都在村子里乱跑了。 为什么?小都很喜欢去村口那片空地散步,即便生了宝宝,它也还是在每天傍晚去那里走一圈的。 正因为如此,我才说最近别让它乱跑了嘛,要知道镇上又要开狗肉节了,最近经常有陌生人来我们村子里,他们很可能是来偷狗的。 如果小都被抓走的话,那可就惨了。 嗯,你说得对,去年我们邻居家的狗就在这时候丢了,那些偷狗杀狗的人实在是太可恶了。 小都要是被那些人抓住,会被杀死的。 何止是他被杀死?如果没有了小都,这四个小家伙也没有母爱疼惜的。 嗯,看来这几天我们得把门关紧点,可别让他跑出去。 阿兵夫妻俩每天都关紧门,小都好多天没有出去散步,显得很急躁。 终于有一天,他趁着主人门楣关紧,便偷跑了出去。 小都兴奋地在村子里的小路上跑来跑去,一会儿闻闻这,一会儿闻闻那。 村口处,偷狗贼阿牧骑着摩托车过来。 这时,两位偷狗贼正垂头丧气地从村子里走出来。 喂,怎么样,今天有收获吗? 别提了,最近周围村子里的狗是越来越难抓了。 是啊,距离狗肉节的日子越来越近,狗的价格一直在涨,可是狗却越来越难找了。 这么说,你们今天在这里是毫无收获了。 可不是嘛,你就别到这个村子里了,这里的村民警惕性很高,都把狗关在家里,所以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。 是啊,我们还是去别的村子,放捧运气吧。 这周围的村子里,只要养狗的人,哪个不警惕? 我今天也去过了好几个村子,结果也是一无所获。 既然我都来到这里了,那就进村子里碰碰运气吧。 哈哈,你只狗,我运气真是太好了。 嗨。 小狗,快吃吧,香喷喷的肉哦,味道可棒的。 你吃一口尝尝吧。 嘿嘿,吃掉了。 太好了,只要你吃了这块肉,不用几秒钟,就会全身麻痹不能动弹的。 果然,小狗吃掉那块肉后,立刻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。 没多久,他就一下子挡在了地上,只有嘴巴还在虚弱的一张一合。 阿木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,然后一下子将小都拎了起来。 这只狗体型不算大,不过也能卖不少钱的。 哎呀,偷狗贼,快来人啊,快来抓偷狗贼啊。 不好,被发现了。 他急忙跨上车,飞快地朝村外跑去。 阿斌一边喊着,一边朝阿木追去,而阿木则快速加油门,飞快地跑出了村子。 阿斌只能无奈地看着阿木将小狗抓走。 你说什么?小狗被偷狗贼给抓走了? 是的,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混蛋跑走,而毫无办法。 这些小家伙没有了母亲,这下怎么活下去啊? 是啊,他们实在太小了。 不知道我们用牛奶来喂养他们行不行? 老公,要不我们去镇上找找小狗吧,他一定会被卖到狗肉馆的。 如果我们不去救他,他会被杀死的。 好吧,我们就去找找吧,不过希望应该很渺茫。 不管如何,我们还是去找找,那我们现在快去,以免小狗遭遇不测。 然而,当阿斌和妻子来到镇上,看到狗肉节的举行地后,完全被惊呆了。 在那里,一只只的狗在他们同伴面前被杀掉,那些等待宰杀的狗直视着同伴。 他们没有表情,也没有反应,狗儿们的沉默比他们的惨叫更令人震惊。 店铺柜台上,一只只被宰杀的狗,被开膛破肚后摆放在那里。 而不远处,一只只狗则被关在笼子里,等待着被宰杀。 天啊,真是太残忍了,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狗狗啊? 很多狗被带到这里后,便会直接进行宰杀。 小狗如果被卖到这里的话,可是凶得极少啊。 那我们赶快找找它,如果没有了小狗,那四只小家伙也很难活下去。 然而,他们不知道的是,小狗早已经被阿牧宰杀,高价卖掉了。 寻找未果的阿宾夫妇,只能回家用牛奶喂养小狗。 然而,那几只小狗没有了母乳喂养,又受到风寒清洗,最后还是死掉了。 怎么会这样,他们怎么都死掉了? 唉,他们实在太小了,没有了母亲的照顾,又经历了天气变化的不稳定,感冒了,哪里活得了啊? 那个偷狗贼,真是罪大恶极。 他不但害了小狗的命,还害了这四只可怜的小家伙的命。 除了小狗,不知道他还伤害了多少只狗呢? 像他这样作恶的人,早晚会遭到天谴的。 没错,善恶有报,他不会得到好下场的。 善恶有报,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道理。 但是阿牧却从来都不相信什么果报,他依旧继续捕抓着狗,或者宰杀掉,或者卖给狗肉馆。 阿牧,你回来了? 是啊,来,你看,我买回来些什么呢? 哎呀,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? 今天运气不错,抓到了好几只狗,赚了一大笔钱,所以就给你买了些礼物。 不远处两位邻居看到了这一幕。 阿牧最近可是赚了不少钱啊。 这种钱赚得再多也没什么可羡慕的。 要知道阿牧赚的都是杀生钱,这种钱赚得越多,他的罪业就越重,以后的报应就更惨烈。 之后真的会这样吗? 老婆,怎么了?这些东西你不喜欢吗? 阿牧,以后你不要再抓狗杀狗了,好不好吗? 哦,你为什么这样说呢? 最近这段时间,我们儿子每天晚上都会从噩梦中惊醒,而且每次都是梦到一只只血淋淋的狗朝它扑来。 那又怎样? 我想,她应该是去狗肉节举办场地,看到了现场杀狗的景象,所以被吓到了。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,可是我们女儿这几天也开始做同样的噩梦了。 她可是从来没有去过举办场地啊。 你究竟想说什么啊? 阿牧,不要再伤害狗了可以吗? 因为你这样肆意杀害他们,是会招来报应的。 啊?怎么连你也会说这样的话呢? 你不是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吗? 没错,过去我是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的。 以前过去很多人让我劝你不要从事这种杀生的事情,但是我从来都不听他们的,不过最近我越来越相信因果报应这种事情了。 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孩子最近做噩梦,你就认为是果报来临了吗? 我这几天也开始做噩梦了,而且也是梦到一只只鲜血淋漓的狗来向我讨命。 阿牧,我感觉报应已经开始慢慢降临到我们家了。 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啊。 好吧,那最近我就不再去抓狗了。 然而,随着狗肉节越来越接近,狗的价格也越来越高,阿牧终于忍不住,又开始跑出去抓狗了。 哎呀,阿牧,好多天没看到你来了,听说你妻子不让你再干这一行了吗? 阿牧,你不会真的像那些女人一样相信报应,害怕自己遭到果报吧? 哼,我才不相信什么报应,你看,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。 小心啊,阿牧,它的药效好像快过了,你可别让它跑掉啊。 放心吧,这只狗的个头实在太大了,我也怕药效不足让它跑掉,所以我把它迷婚后先打断了它的腿,看它还能往哪里跑。 哎呀,阿牧,你可真有办法啊,这只狗的体型不小啊,一定能卖个好价钱的。 老婆,什么事啊? 我们的儿子出车祸了,现在在医院里,你快来啊。 啊,你别着急,我现在马上就过去。 医院里,阿牧看到躺在病床上断了腿的儿子,受伤的位置和那只狗断腿的地方一模一样。 阿牧看着眼前的这个情况,不由得目瞪口呆。 天啊,怎么会这样,难道这就是报应吗? 然而,报应并没有到此结束。 几天后,阿牧的女儿突然头痛,住进了医院。 好痛啊,我的头好痛啊。 怎么会这样啊,儿子刚刚出了车祸,女儿竟然又得了病,真是祸不淡形啊。 为什么会这样啊,为什么我女儿头痛时的样子,就像那些被铁棒敲击了头部的狗一样。 啊,啊,啊。 报应,这一定是报应。 从那以后,阿牧决定痛改前非,不再做那种杀生作恶的事情。 阿牧,你这是在做什么?怎么开始做搬运货物的工作了呢? 我已经决定了,不会再去做那种杀生的事了。 我劝你们也赶快停手吧,否则你们也会遭到报应的。 哈哈,阿牧,你这个家伙怎么说起这种话来了? 是啊,既然你愿意出苦力就有你好了,我们可不相信什么报应的。 狗肉节现场,各个商铺人来人往,几位偷狗贼也正在帮忙为店铺杀狗。 骑车送货的阿牧从那里路过。 哎,作孽呀,他们如此杀生是会遭到果报的。 他骑车离开了这里,当阿牧渐渐走远,突然,狗肉馆现场发生了爆炸。 阿牧听到爆炸声后,急忙停车转身朝那里看去。 他看着燃起熊熊大火的狗肉节现场,目瞪口呆。 果报,这就是作恶的果报啊。 我因此,你会看着您该看看。 走吧,你会看着。 我爱你。 这就是我一家。 我爱你,我爱你。 你爱你,我爱你。 我爱你,我爱你。 Zither Harp